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有那么多人民币 狭路相逢 枪声固然而起 当时枪就从我那边划过的 狭路相逢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您看到的是一场真实的枪战 发生在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外 18公里的一条乡村公路上 那么枪声响起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大同市2016年5月10日上午9点16分的监控画面 在北都街和玉和西路交汇的十字路口 这个穿西装的男子由东向西而行 他叫展海生 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正走在上班的路上 而轻巧的事情就发生在一分钟之后 那天 这条路上的监控摄像头恰好换了一个 因此 展海生走出这个画面之后的情形 没有被拍到 而在临近几个摄像头拍到的画面里 展海生的身影 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一个多小时后 展海生所在公司的总经理 接到了陌生的电话 识别半数用 有一个陌生的电话给我打进来 是171打头的 我一看这个是诈骗电话我就没接 跟了八方说 这个电话又打进来 我就接起来 我喂 可是对面的对方的声音很杂 听信号 有信号不太好 马上我准备挂机的时候 我们董事长讲话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董事长展海生的声音 跟我讲 你不要找我了 我很安全 我会跟你联系的 话只说了这三句 就立刻被挂断 总经理赶紧回拨了过去 对方已经关机 他再次给董事长身上 长带的两部手机打过去 结果也是一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第一时间发现就是他可能出事 出什么事 我想是带鞋子或者说带绑架 总经理没在公司声张 自己悄悄到公安局爆了烂 你怎么确定你这位董事长就被绑架 我经常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摸爬公打的已经好多年了 总经理说 他和董事长张海生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以他对对方的了解 这不可能是恶作剧 警方确认 展海生的两部手机均已关机 家人也无法联系上他 而给总经理来电的那个手机号码 由于未经实名注册 无法查明机主 这给我们的第一信息就是这个受害了 应该是被控制起来了 究竟是为什么被控制起来了 这必须理由在我们国安机关继续查证 展海生五十多岁 是大同的知名企业家 他的名字当地人很熟悉 就在不久前的2015年年末 大同警方侦破过一期 针对企业家的持枪抢击案 时隔半年 现在又有一位企业家失联了 根据公司总经理报案反映的情况 警方决定马上立案墙 展海生此刻身在何方呢 通过监控 侦察员找到了他上午走路上班的画面 但九点十七分过后 他的行踪就成了个谜 在车流不息的街头 这位董事长就这样失踪了 他会去哪呢 报案的总经理认为 展海生不可能不告二别 展海生的安危令人救兴 如果真的是遭遇了绑架 对他下手的又会是谁呢 在大同 展海生经上二十多年 说得上是风云人物 他是否结过什么仇家呢 初步查证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仇人 此外展海生家产雄厚 他有没有感情方面的其他纠纷呢 接着这种服装的那些 穿了呀 前面的两种怀疑暂时没有直接的正义支持 不过警方注意到 展海生的公司此前辞退过两百多名员工 这些人里面是否有可疑的人呢 他这个当天鬼戒啊 对不对 当天他在什么地方活动 对不对 他有可能没可能接入到这个董事长 在调查中 一个报警电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电话的时间是当天上午的九点二十一分 报的是一起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在北都街路北的这条人形变道上 警方知道这正是展海生失踪的地方 虽然目击者报的是交通事故 但警方判断这更像是一个绑架的场景 展海生最后出现在监控里是上午九点十七分 而目击者报警是九点二十一分 绑架应该就是在这五分钟里发生的 那么那辆壮人的黑色越野车开去了哪里呢 回头再看展海生失踪前的那段监控画面 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恰好停放了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展海生一路由东向西往公司的方向走去 这辆车没动 到了九点十七分 就在展海生即将走出画面的时候 车突然启动了 他驶过马路 开上了展海生刚刚走过的人形变道 停了下来 他是在观察前方吗 三十秒后 这辆车再次出发 贴着人形变道向展海生的方向开了过去 两分钟后 这辆车在监控视频里再次出现 画面里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辆双环排的黑色越野车 车牌号是禁闭P1836 正于目击者所说的相符 撞人的车应该就是他 然后一查是个车牌 它是个假牌子 接着这辆挂假牌照的车 穿过大同市东侧城墙的和阳南门 驶出城区往南开去 这张监控抓牌的照片 记录了当时车里的情况 看着前面有两个人 后面还有没有人 看得清楚 车的前座应该是两名男子 遮阳板挡住了他们的面目 副驾驶座上的这个人 正把身子往后座探去 他的右手看上去握着一个黑色的物体 多年的职业训练让警察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个握枪的动作 如果展海生就在车里 那么他的生命正在遭受严重的威胁 这辆车后来又开去了哪呢 由于城区外监控探头覆盖不足 车出了城墙之后的去向 一时难以查明 时间倒回到当天早上6点17分 就在展海生公司的门口 那辆嫌疑车出现了 7分钟后 车开到了展海生失踪前经过的那个十字路口 在西南角停靠了仅三个小时 这这个车就是听着那段也不动 人也不像 也没有上车 直到9点多 展海生出现 这辆车再次启动 跟着他开走了 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 一个半月以来 这辆嫌疑车在这一带出现过18次 车里常常能看到 一前一后坐了两个人 但由于这样版始终是放下的 他们的相貌一直无法看清 小区附近 还有公司的路上 以及公司的周边 进行这个守护也好 更入也好 其中5月7日到9日连续三天 嫌疑车的行动模式 都与5月10日案发当天的相同 早上6点左右 车都会先经过展海生公司的门口 再开到十字路口 停留两个小时以上 警方判断 这很可能是在刺激绑架 不过车里的人 为什么没有动手呢 原来是那三天 展海生有两天没去公司 一天开车上班 他们应该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绑架者来电 开出千价赎金 两千万美元的卸金 一定要卸金 嫌疑车现身 引发了生死之战 他的枪已经打到空枪挂机了 狭路相逢 今天的说法正在播出 下午3点08分 总经理又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 电话那头正是展海生的声音 他说的时候 结结巴巴 断断续续 这回展海生在电话里直言 他已经遭到了绑架 拜托总经理 为他准备赎金 由于此前已经得到警方的指导 对电话那头董事长的要求 总经理很快做出了恰当的回应 第一我说你现在安全吗 他说我很安全 我说第二你要跟他们讲 两千万美金 我们是没有 我要去银行要对话 这要需要大量的时间 还有人力 我呢积极地想办法来筹这个钱 我说你也要跟他们讲 这个不是说一会儿办法就能筹到 他就跟我讲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你赶快去筹钱 明天早上九点 我还跟你通话 筹了个什么情况 筹了多少 明天早上咱们通话 此时离第二天早上九点 还有不到十八个小时 事态紧急 总经理对展海生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关切 因为他是个糖尿病人 我说你这个医道数还有没有 说了咱就挂了 电话只打了一分钟 再回播过去 对方就已经关机了 与第一次电话一样 这又是一个没有失明注册的手机号码打来的 绑匪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声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我心情确实也特别的沉重 绑匪所要的两千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 一亿两千多万元 赎金如此之高的绑架案 大同警方还是第一次碰到 两千万美金 大同是没有 有那么多人民币也换不来这么多 短时间内两千万美元的巨额外汇根本无从筹集 况且光靠给钱恐怕也保不了人质的周全 给了钱他有思考的可能 战海生确认遭绑架的消息 很快也传到了他的家里 忽然的和国过去 压力大 压力很大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九教授 欢迎曲教授 这些案件现在已经明了了 就是绑架人质案 而且索要天价的赎金 那曲教授 绑架罪和抢劫罪之间呢 他的这个区别在哪里呢 那抢劫罪通常我们讲的把它放在财产犯罪当中 使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的强制手段 然后从被害人们获取财物 绑架罪呢 是也是采取了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手段 把一个人控制起来 剥夺他自由 但是像另外一个人 像一个无辜者或者是他的亲人 其他相关的人来索要财物 主要索要财物 也包括寻求其他的不法利益 人质的身心和自由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那么第三人 甚至乃至于第三人以外的 其他的人的人心 这个身心呢 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威胁 侵害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犯罪 只要发生了绑架行为 绑架犯罪 那么法定就是五年到十年 如果你是情节严重的话 那么通常就是要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你要是说像出现了知人重伤 知人死亡的这个后果 那么要处这个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任志展海生的安危令人揪心 警方决定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继续追查那辆嫌疑车辆的下落 争取在绑匪约定的时间之前设法救出任志 另一方面筹集一定数量的现金 已被第二天交易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 监控显示下午两点四十五分 也就是展海生给总经理打第二通电话的二十三分钟之前 车在大同城区东南方向二十公里外的吉家庄出现过 嫌疑车行踪暴露 警方毫不迟疑 立即展开了部署 大同警方派出特警队 到吉家庄周围的几个关键路段设计卡口 盘查过路车辆 另一边 侦察员对这一带的多个村庄展开搜查 寻找嫌疑车 此时对展海生公司员工的初步排查也已结束 侦察员从中没有发现课议的人员 基本上就可以说确定没有这个作案协议了 首先没有时间 直到这天的业务降临 搜寻还是没有取得进展 不过这个时候 书经已经准备了一部分 我们定一个人大叔师 有一部分美金 还有三四百万 人民币 警方对这些现金做了技术处理 如果第二天不得不预防回交易 这些钱能帮助警察找到他们 但是有一个底线 这一夜大同市公安局灯火通灵 展海生的家人转转难眠 多路警力彻夜侦察 到了第二天清晨又传来了好消息 路边上 下面的公路上 往来一看 我说这个车很像 那时早上六点左右 在于吉家庄相距 二十五公里的茅造村 警方发现了一辆 双环牌的黑色越野车 但与嫌疑车不同的是 这辆车挂着的是一个 猛J大头的牌照 大同市好像是 像那种双龙车都是很少 虽然换了牌子了 反正这嫌疑很大 侦察员秘密靠近后确认 这辆车和嫌疑车为同一车型 而且挡风玻璃上的痕迹 也与嫌疑车的相符 但是这辆车里空无一人 并没有绑匪和人质的踪影 车袋袋 那么是人一辆一个是很近 与此同时 嫌疑车出现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 正在设卡盘查的特警队员那里 指挥部通知我们 所有车辆都往那个毛走 毛走村赶来 特警队员还在过来的路上 村子里已经有了新的情况 一辆褐色的宝马越野车突然出现 他快速开到了嫌疑车的旁边 一个人从宝马车上下来 上了嫌疑车 接着两辆车一起往村外跑 不过刚出村 他们就撞上了赶来的特警队员 我们就开着他们两个车 从我们身边过来了 特警队员迎头赶上 加速超车 很快就分头逼停了 开在前头的宝马和后面的双环 两个车别停以后 基本上就哎 谁也开不开门 停车后 双环车里的嫌疑人 突然对警察开枪 他当时的枪就从我那边划过的 嫌疑人一边开枪 一边从双环车的副驾驶车门窜出 跳进公路旁的沟区里 往前面的宝马车跑去 他准备去与那个第一个宝马车 去汇合 汇合夹击 嫌疑人与围堵过来的警察 互相射击 激战中 嫌疑人中枪 他的枪已经打到空枪挂机了 他已经不还击 嫌疑人倒下了一个 双环车里是空的 警察推测 他的同伙 以及人质 可能在前面的宝马车里 而那个家伙 可能也有枪 宝马车的车窗 贴了很厚的太阳膜 里面的情况看不分明 警察不能贸然行动 他们开始对宝马车焊话 希望能与嫌疑人谈判 宝马车迟迟没有回应 因为确定不了人质的位置 只能上去用警方甩棍 因为他车有太阳膜 把他车玻璃打碎 咱先确定人质的位置 在破窗之后 警察只看到驾驶座上 有一名嫌疑人 人质斩海生 是否在车里还无法确定 锅里浪了以后 这个司机当时 就啪啪啪就是开枪 考虑到人质 可能在车里 警察的还击非常谨慎 对我们进行冲网射击 如果人质在发车上 他很可能 对我们人质 造成伤害 此时警方的应对之色是 迅速集结到公路的北侧 对嫌疑人射击 把他的火力吸引过去 你去朝我这边开枪 这样人这个 有一些时间安全 然后狙击手抢复到栏侧 都是一带 技术军军军 枪声过后 巴马车里突然没了动静 狙击手通过瞄准镜看到 巴马车里的嫌疑人 身体后仰 一动不动 由于不能排除 嫌疑人还有同伙在车里 警察一是不敢贸然接近 现场安静下来 但紧张的对峙仍在继续 忽然车里传来了人质的声音 声音很虚弱 但可以听得清楚 向我们喊话说 你们得救救我 此时警察还不能冲过去开车门 那以后呢 还有绑匪在拿枪顶着 都让他说的话 警察要求人质自己下车 他说我开了开门 车从里面锁死了 我们就说那你把绑匪的枪 帮我们扔出来 终于枪从车窗里扔了出来 早晨6点30分 在十多分钟的对战之后 警方在宝马车里见到了 已经被绑架21个小时的展海生 他很虚弱但活着 被救出时 他的脸上还蒙着黄色的胶带 于枪战中 一直趴在宝马车后座的下面 展海生只在肩部 被嫌疑人射了一枪 下车之后 他被迅速送往医院救治 经确认两名嫌疑人已经被击毙 现场没有其他同伙 四名警察重弹副伤 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缴获了嫌疑人使用的两支手枪 四个弹架 以及他们没有打出去的31颗子弹 初步判断 嫌疑人用的是某种致死手枪 当天上午 家人和同事在医院见到了从枪战现场逃生回来的展海生 当时看到我们公司长们满身失去 他给我点了点头 什么话也没有讲 最后呢 我想呢 他给我打了这个电话 他把这个 他的生命的全空寄托在 我的这方面 那么呢 我也是 尽最大的目标 我们是接着那个医院三大 每个人大致上话都能听见 经医院检查 郑海生没有生命危险 他的生命是放在第一位 如果他有一丝差池的话 我们在到现在回想 我们现在受伤的感觉 说了说话 这个学路就很难留 嫌疑人到底是谁 你不过问是吧 他也不老说 我也不问 董事长为何遭难 对这个受害的这个经济情况 他可能也是听说的比较多 狭路相逢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016年5月11日早晨6点半 从睡梦当中醒来的大同仁 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城市里面 一位企业家惊心动魄的21小时 还有两名绑匪的最后一天 还有那些年轻警察 所经历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 都在刚刚结束了 但是这个案件 还有三个谜题等待解开 第一 那两名嫌犯究竟是什么人 第二 他们和受害人展海生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第三 他们的枪是从哪来的呢 警方查明 绑架展海生的两名嫌疑人 驾驶双环车的叫 童老六 55岁 开宝马车的为贾某 39岁 他是童老六前妻的侄子 两个人都是大同市南郊区人 这里村庄就是嫌疑人通老六的老家 这里的村民对通老六印象深刻 通老六是蔡农出身 1987年因犯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出狱后靠承包建入工程 他很快又发了财 村民告诉记者 村子里最好的房子就是他的 村子里这座引人住户的三层楼房 就是通老六的房产 如今房子已经租了出去 做了旅馆 像通老六这样的有钱人 为什么要去做绑架的事呢 知情的村民对此却并不奇怪 据警方调查最近两年 通老六由于沉迷赌博 加上工程又接连赔奸 欠下了高利贷 从一个当时的有钱人 罗门为别人钱花不了 所以他的生活压力 各方面压力都很大 从2016年年初开始 他叫上妻职 也就是本案的另一名嫌疑人 贾某为他打工 我跟他过去做什么的 做一个我不知道 当时两个人在一起 究竟在干什么 贾某的妻子说 自己也并不清楚 与同老六走到一起之前 贾某跑过货运 做过出自车司机 据警方调查 他收入不高 家庭条件比较困难 我们现在的结论以后 主要是为了母群结材 为了所有的巨额赎金 而对这个受害人 实施了保险 警方确认 受害人展海生 与两名嫌疑人并不相识 也没有经济往来 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应该就是屠材 之所以他们选择 展海生下手 可能是因为 这位企业家在当地 名记很大 对这个受害人 这个经济情况 他可能也说 这个听说的比较多 经鉴定 嫌疑人所使用的手枪 为苏质TT33手枪 子弹为苏质7.62毫米手枪弹 均为上个世纪 30年代在苏联生产的东西 警方初步推断 枪和子弹是嫌疑人 从境外走私进来的 具体来源 还有待进一步追查 嫌疑人同老六 有一个同居的女友 事发后 女友带着他们的孩子 回了内蒙古老家 嫌疑人贾某的妻子 则还在大同 独自面对生活 展海生是走在路上的时候 被绑架的 那天他只能走那条路 因为那是他上班的必经之路 但是对于两名嫌疑人来说 要不要走绑架这条路 是他们完全可以自主选择的 人生的大路小路何其之多 最不该选的 就是这条既害人 又把自己葬送的路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金人说法 也感谢曲新九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条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